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浩瑋 歡迎來到對號入座這個系列 今天來回覆一下大家的問題 這次我找了三個問題來回覆大家 我想這三個問題雖然彼此之間觀念不大 但是我覺得對大家都還蠻有幫助的 所以如果對投資有興趣的人 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有網友在一支金融股下面提到說 他看到一個財經節目在推薦一檔金融股 然後說他前三季的淨力已經達到1.64塊 而淨值卻高達18塊 其實這18塊應該是最近的啦 當時的淨值大概是15塊多 而股價才10塊錢 他就衝進去買了 然後最後跌到是6塊多嘛 也就是大概跌了三四成 那我想等一下我們會針對這個部分來做個說明 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網友提到說他在等待股災發生的這個過程中 覺得說是不是可以投入一定比例的資金 然後去可能融券賣出 或者做一些比較短線性質的操作 來去賺取那個價差 然後這樣子操作 該注意的風險是什麼 我想等一下也會做個回答 再來第三個題目就是 在先前的影片裡面 我有提到美股的 就是S&P500的ETF 近10年來以每跌5%的方式下去加碼的話 大概10年的年化報酬率是多少 網友也想知道說如果 同樣的方式用在0050上面 就是一樣每跌5%就進場加碼一次的話 將10年下來的年化報酬率 好不好 我想等一下後面也會介紹給大家了解一下 這次主要的主題就是 投資0050 其實除了定期定額之外 還有一個我覺得比較好的方式 不是最好 但是我覺得 稍微會比定期定額再好一些 那有興趣的人 記得把影片看完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這邊 訂閱一下 已經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檢查一下小鈴鐺 有沒有打開全部的通知 好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網友反應說 有財經節目在推薦一檔金融股 覺得他 獲利不錯 然後鏡子也夠低 然後現在股價也很便宜 而這檔金融股 就是星光金 在前面的影片裡面有提到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星光金的影片 然後這邊他是講說2019年年 年底 那我就把當時相關的資料拿出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資料在星光金裡面也有 但是這邊比較不一樣的是 當時星光金本益比的部分是直接拿5.13倍 因為我們要驗證嘛 就是拿當時最低的本益比 來去驗證 當時這樣算出來的股災價格是7塊錢 那如果我們當時的情況 就是這個5.13倍還沒出來 我們的本益比 該怎麼去估它 像2015年有發生股災 2018年底到2019年初有發生一次股災 這兩次的股災你可以發現它本益比 從原本的6倍多 再來可能2018年年可能只剩下4倍 4倍多 那大概就知道說 這間公司遇到股災的時候 其實它的本益比 就是會落在接近5倍到6倍多左右 那如果取一個中間值 大概是5.5倍 我覺得以當時的狀況可能比較合理 接下來就是搭配 我們之前顧的ROE 一樣是9% 至於為什麼是9%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星光金的影片 裡面都有比較詳細的解釋 這邊就不多做解釋了 我們就直接把9%放進來看看 再來就是本益比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2020年還沒發生這一次的話 我們處在當下 可能2019年 年底的時候 因為這個4.8倍是年初的時候發生的 大概就知道說它的本益比 低的本益比 比較合理的狀況之下 應該是落在5倍到6倍左右 所以我們這邊取的是剛好中間值 5.5倍 這樣換算出來的股災價格 7.5塊 那意思是說 當時股價在10塊多的狀況下 你估出來的 股災價是7.5塊 那這個落差其實就很大了 落差將近 三成 幾乎是溢價三成的狀況之下 去買這檔股票 風險 當然會高很多很多 所以正常來講 即使 淨值 很高 股價淨值比 非常低 以現在來講 你看 股價淨值比 只有0.45倍 看起來很甜 但是 公司真的有這個價值嗎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再來我們就針對淨值這個部分 我們來了解一下所謂的公司價值 到底是什麼 首先淨值啊 雖然很多人喜歡把它列成 所謂的清算的價值 就是今天公司整個變賣掉之後 可以賣掉多少錢 白話講是這個意思 而淨值其實是所謂的 股東權益 因為它的 計算方式是股東權益去除以 發行的股數 簡單講是這樣子 所以淨值 也可以把它講成說 公司在清算之後 每一位股東 每一股 可以拿回多少錢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淨值 並不能代表 公司的價值 到底是在哪裡 只能說你每一位股東 每一股 的權益 到底在哪裡 並不代表 公司的股價 在哪裡 而股價 其實代表的是所謂的 獲利能力 也就是說你今天公司能賺到 多少錢 市場就願意給你多少的 本益比 然後才有所謂的 股價的部分 那你今天沒有 獲利能力 你自然就沒有 所謂的股價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經驗吧 一些可能雞蛋水餃股 那為什麼它會落到可能 2塊3塊5塊錢 的股價以下呢 它淨值可能還很高 可能有8塊10塊錢 甚至更高 那為什麼股價 只有2塊3塊 最主要就是 這間公司的 獲利能力 已經沒有了 所以才會造成 股價 掉這麼慘 所以我們先從前面兩個來看 禁止 事實上是沒辦法 決定股價的 決定股價 還是主要是 這間公司的 獲利能力 你今天有達到一定的 獲利能力 你的股價就可以維持在 一定的水準 就像我們講 萬年存股的 中華店好了 今天中華店如果 每一股 不能獲利 可能5塊6塊 以上 的時候 你覺得他的股價還可以撐在100塊嗎 當然是不行 如果你今天 中華店的獲利能力 EPS只剩1塊錢 那你覺得他的股價會掉到哪裡 對吧 所以 公司的獲利能力 才是決定股價高跟低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在每一次影片的估價裡面 才會持續提到 禁止 就是你這間公司的股東權益 能去創造多少的ROE出來 然後這兩個相成之後才會得到我們所謂的預估的EPS 這一塊 預估EPS 再去乘以 你今天市場給你的本益比 到底是多少是合理的 才會得到所謂的股價這一塊 那你今天ROE夠高 你公司本身的股東權益也不低的話 你用高的股東權益 去創造高的ROE 你市場自然會得到一個高的本益比 這樣股價可能會 好幾百塊以上 所以你去看那些 股價可能兩三百塊以上的公司 要嘛兩個都高 要嘛這三個都高 如果是這三個都高 那股價就是很恐怖了 我想這一塊以後 會持續再提到 那如果還搞不懂的人也沒關係 你可以反覆的聽 之前的影片 或者甚至未來的影片 都會持續提到這種觀念 或者這種算法 我想應該都不難懂才對 好第二個問題就是 網友提到說 他的閒置資金可不可以 透過一些短線的操作 來去賺一些 價差 然後該注意什麼 另外也有人提到說 像大盤可能這麼高了 還適合進場嗎 還是要繼續等待機會 我覺得 這個問題是我 最近 還蠻多人在詢問的 就是沒有什麼樣的進場機會 但是他又很想要買股票的感覺 到底可不可以進去賺一點價差 其實這邊 我有回應到說 如果現在真的 沒有所謂的股宅價的個股 那你真的想進場的人 至少選在合理價 附近的個股去進場 這樣至少修正的時候 你可能跌補 在一兩層以內 那個都還好 那最怕的就是你去選到 已經偏離合理價 非常多的個股 這時候風險 就增加許多 接下來就來聊一下說 今天針對這個狀況 我自己的想法 大概是怎麼樣 首先所謂的價值偏離 就是已經偏離股宅價 甚至偏離合理價的狀況之下 那麼我覺得有幾種做法 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一種就是你真的想進場投資 你就是找一個合理價範圍 就像剛剛這邊講的 你算出來的股價 不要離現在的合理價太多 然後 資金的比例 之前的影片有提到嘛 就是你在 股宅價合理價 跟昂貴價的過程中 你的資金比例 該怎麼去調配比較好 你現在偏離合理價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 小於30%的資金會比較好 就是不要太多 你還是必須保留大部分的資金下來 因應未來 有狀況發生的時候 你才有進場的 本錢嘛 再來第二個做法是 所謂的研究跟反省 因為你現在 會沒有進場的人 主要都是 之前 可能去年 2020年 去錯過那個機會 如果你今天是面對面跟我聊的話 我都會問說 那你為什麼在當時 你會去錯過這個機會 那如果再來一次的話 你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可以去把握這個機會 也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講的 你的心理 跟你 個人能力的部分 你要怎麼樣去精進 而利用這個時間點 其實就是最好精進的時候 市場上能買的股票 其實已經不多 那你就 趁這個機會 好好的利用這些時間 去研究一下 除了研究自己之外 也好去研究 個股的狀況 多找一些 自己有興趣的個股 去研究看看 到底他們的營運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合理價 大概落在哪邊 盡量的去增加這些經驗值 可能對未來 一旦股災再發生的時候 會很有幫助 再來第3個做法 我會建議 是增加收入 現在很多人可能擔心 所謂的 退休金不夠的問題 那 都會想說 是不是要利用 積極的投資 去創造 比較好的 收益出來 來去 快速累積你的退休金 但事實上 機會 並不是天天都有的 那你在錯誤的時機點 去投入資金 那風險當然會高很多 那這時候我會建議說 你不如好好利用這些時間 去增加所謂的收入 現在很流行斜槓嘛 那我會覺得說 你除了本業 之外 再想想看 利用這些時間 你要怎麼樣去創造 其他的收入進來 增加一些收入的管道 讓你可以運用的本金 去增加 而不是利用現在 現有的 閒置資金 去創造那些有風險的收入 那我覺得 這樣子反而 問題會比較大 另外一點就是 當你想要去增加這些收入的時候 其實也是適度的去遠離 股市 不要去過度的去關注股市 不用去管他說每天漲多少 每天跌多少 那個其實不是這麼重要 真正跌的時候 你想不注意都很難 所以我覺得 當價值偏離的時候 你可以做的做法 我覺得有這幾個 你真的想進場的 你就要考量清楚 你現在的狀況 到底怎麼樣 你要投入資金是多少 你找的標的 大概條件是怎麼樣 都要想好 後面這兩個做法 我會比較建議啦 就是好好的去研究 你到底為什麼 之前會錯過那個股災 那未來 如果再發生一次 這種狀況 當大盤可能跌一兩成 股災開始發生的時候 你做了哪些準備 可以去營運 還有你資金的配置 怎麼配置 你該怎麼投入 那些你都要先 想好 而不是當時來的時候 你可能跌第一個5% 你就把90%的資金投進去了 結果最後可能又跌10% 20% 卻只是那10%的資金可以運用 這樣不就是傻眼了嗎 那另外一點就是 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 讓你的本金 可以變大 這個才是重點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守著你現有的閒置資金 本金不夠大的情況之下 未來即使發生股災 你能得到的效益 也會很少 那我會覺得說你不如把這個時間 拿來去想想看 要增加什麼樣的收入進來 讓你的本金可以 持續的增長上去 好嗎 給大家做個參考 再來第3個問題是 有網友提到說 0050 一樣每跌5% 進場的話 10年的報酬率是多少 之前有提過 一檔 每股的ETF 那0050呢 我們來看一下0050的狀況 這10年的統計就是從2011年到今年的2021年 那這10年下來 跌超過5% 的次數 你這樣看起來總共有17次喔 所以其實還蠻頻繁的 那你看以2011年來講 他就跌了12% 就加碼兩次 出現一次我們是加碼10萬的資金嘛 然後兩次的話就是20萬 然後這樣子 10年下來總共有17次機會 加碼的次數 達到40次 總投入的資金是400萬 如果你對這個表格有興趣的人 可以把影片暫停一下 然後 仔細看看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講 最後的報酬的狀況 節省一點時間 那最後的投入資金是400萬嘛 最近的收盤是136.45塊 0050的收盤價 持有股數 最後買到的股數是 62000多股 也就是62張左右 這10年來出現可以進場的次數 總共有17次 然後這17次 共造成了40次的加碼 所以才有 資金400萬嘛 一次10萬塊的話 將最後賣掉的股價 去換算的話 它的總價值 是847萬 也就是獲利 447萬 在配息的部分 這10年下來 他拿到的配息 是105萬左右 將總 的獲利是553萬 總報酬率 10年下來 是138% 換算成年化的話 相當好 有9.07% 再來 既然講到說 定期定額 我們就來看一下 定期定額 如果在這10年當中 會有怎麼樣的結果 這個定期定額的結果 基本上是拿網路上的 數據直接做統計 網路上有一些 簡單的計算器 那我就直接把它掏進去看看 投資的資金 大概抓起來 是400萬左右 而定期定額 這樣換算下來最後你持有的股數是58000多股 也就是58張又700多股 那你這樣看起來就知道說 你用這種5%加碼的方式 最後可以拿到62張 是多拿了3張多的 而配息的部分 因為你多拿一些股數嘛 所以最後總total配息的部分 105萬還是贏過這個 95萬左右 大概多了將近11萬的配息 最後總報酬是124% 而年化下來是8.41 你如果從年化8.41 去看9.07%的話 你會覺得說都差不多啊 定期定額也蠻好的 的確定期定額本來他的意思 就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可以完整度過一個景氣高低 就是一個循環 其實定期定額他的效益 本來就沒有說非常差 然後我今天用的這種方式只是跟你說 如果你想要比定期定額 要再好一點的話 那麼你可以試試看這種 每5%加碼的方式 當然 如果你今天這個過程 10年的過程裡面 拿到的配息 持續把它運用在這個 跌5%加碼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這個年化報酬率 一定會更高 當然你也可以說定期定的 然後再把資金投進去 但是你一樣 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投進去的話 你的成本 一樣是比較高的 而每加碼5% 你的成本 自然會稍微低一點 所以 如果願意再把這個配息 再投進去的話 你這種跌5%的加碼方式 你的報酬率 會再稍微好一些些 那我這邊是直接 配息都不投入的狀況之下 去跟大家講一下說 那這樣子10年下來的年化 到底會多少 基本上兩個都不差 但是如果你想讓投資機 效果再好一點 你就可以參考這種 美5%的加碼方式 會比定期定額 再好一些啦 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懶 你只想要每個月固定投入 什麼都不想管 那也可以 你就用定期定額的方式 也可以 就依照你自己的想法 因為有些人可能覺得 既然都是一種簡單的方式 那為什麼不用 一樣簡單的方式 但卻可以創造 比較好的年化報酬出來 對吧 所以 我是覺得 這種無趴加碼方式 也還不錯 給大家算是一個參考了 好 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基本上如果我覺得 問題還不錯的話 都會把它製作成影片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詢問自己 想要問的問題 不管是投資還是在 理財這一塊都可以 或者是增加收入啊 什麼都可以聊 只要是關於理財 投資的部分 基本上 你提出問題來 如果我覺得不錯的話 我都可以把它製作成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好嗎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 幫我按下這邊 訂閱一下 還有還有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 按個讚 跟分享 謝謝啦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還有 可以 我們下班的影片 我們下班的影片 感谢观看